不是郭爱伦,不是周琪,国首回归,意义重大,杜丰终于等到了 在最近咱们的CBA也是正在进行季后赛总决赛的最后几场争夺 而且就目前来看也是有很大的概率会被辽宁队给未免成功 毕竟就目前前两场的客场比赛也是直接大比较拿下了浙江队 对于这一个出生,牛犊刚刚进入到总决赛的一个球队来说 确实是一个不小的打击 而除此之外,大家也是不得不唏嘘的 就是咱们之前的一个辽阅大战另一位主人公,咱们的广东队 就在最近也是迎来了新一轮的一个可以说是好消息 那就是咱们杜丰目前根据流出的消息已经正式确定 李凯尔将会有很大的概率将会加盟到目前的广东南兰 而且就目前广东南兰也是迎来了自己之前的一位大将 周鹏也是会正式的回归此次广东南兰 毕竟在外面也打了一年的时间 就目前他的顶薪待遇以及各种代言已经被杜丰给强势的解决掉了 毕竟作为咱们杜丰手下唯一几个能够扛得出手的 他的地位可以说是比马尚布鲁克斯的作用更大一些 而且就目前来看像赵瑞以及还有咱们他的爱图洪明轩 也是有被交易的一个消息传出 这也就更加确定了目前的广东南兰 也是更加需要许多的主力人选能够正式的一个回归 而此次周鹏和李凯尔也会正式的带领咱们的广东南兰 以及甚至会走向更多的一个 在明年的时间很有可能会再一次的带领咱们广东南兰 走向最终的一个总决赛 而且李凯尔和周鹏他们可都是咱们中国南兰的一个 可以说是老成员了 而此次咱们的乔帅也是亲临总决赛的一个现场 很有可能会在之后也是会对他们进行议论新议论的一个大集合 也是让我们非常期待 在今年他们的中国南兰会有怎样的一个精彩的一个表现 大家对此怎么看 欢迎评论区留言